HELLO 大家好,今次要打死槍 死槍這關其實沒有任何陷阱,有些硬斑斑 所以理論上你帶什麼都可以,硬斑斑會打蠍子 蠍子死後會令到所有東西都降防加攻 如果你想快刷,其實配完你單極的話,其實你可以不用理 因為你三隻馬藍,王有沒有減防,其實都會死 如果配完你三極的話,可能你就需要減防,不然你就不夠時間殺王 但王的大技其實都不是即死,所以理論上這關比絕劍難打 但基本上都是正常打就不會死,但也有機會輸,有機會死 難度是高一點 建議帶回一隻馬拿,因為他清怪和打王都非常好 還有你留意盡量不要走近那些硬斑斑的附近 因為他的擴散,如果你吃完都蠻痛的 對,都蠻痛的 如果在這隻中間,可能會當你2-3HIT,可能會扣一半以上 好,但如果你太早殺了硬斑斑,那就會麻煩一點 其實你可以帶一些多HIT的重去打,但其實打蠻子很浪費時間 諸神王昏表面上很適合,但其實我覺得友情不太能發揮到多HIT這個優點 因為他的散彈不一定會打得中那隻蠻子 你覺得他的散彈其實都很少 死槍 但始終是合作關卡就不會難得去哪裡 就是他的大技,全部都不是即死的大技 現在去鋼房加攻 留意如果你場上小怪太多讓他加攻,那你就很危險 因為小怪加攻之後打人都蠻痛的 其實我帶了一隻極魂是沒什麼用的 純粹是出來用一次,卡住我 好,不錯,不示範 不如殺 你看到我被他打得多痛 那我扣1萬多 好,好像可以了 這裡出不關卡住我 好,我們帶毒友情去打蠻子都可以試一試 我沒有試過 即是當他是董卓那關打 即是霸者之塔 但我其實都不用弄太多 我建議這關如果雙極刷就可以 兩隻極魂兩隻馬 其實可以很快 即是如果你很執著 一定要三隻極魂 可能就會比較麻煩 因為在這個通關速度上 可以用S,但會比較緊張 即是三隻極魂 我自己覺得兩隻極魂什麼都夠 即是如果有心要刷 而且很快 相信大家已經極魂了 因為我那晚沒有打 那晚 打完這個軍絕之後沒有打 那我都是叫人Safe 那些關給我打 即是叫群友 但如果有心刷 其實這個一晚就極魂了 即是單刷 只要你每場都買兩個箱 其實就真的不難 卡點 那我看到死槍騎著 那隻馬有點像東方不敗 風雲在起 那隻馬厲害 只要殺光波波 應該也沒有緊要 嘩 啊 啊 講謊 不,出去撞啞了 OK 搞定 留意王一死,蠍子會跟著走,但暗斑斑是不會跟著走的,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這隻妖精藍就沒什麼用,說真的沒什麼用 極緣都應該很少場合會用 這隻得是熱玩的 殺骁勢,鍛的鑼磅斑斑 直接炫王,分尊專神黃昏 模作為拉興 abuse,給 cay的地好像有點奏零源 其實還有裝死,剩下連卡用一齊的crime 好,幹什麼呢? 動吧 殺死硬波 這裡我開了技能,因為大家都應該沒看過這個技能 火山噴蛇 這裡不夠斜度,打不到別人 其實都挺高傷的,240多萬 不錯 都比想像中大力,以一隻降臨角色來說都不錯的輸出 不過這個角色就不妥,無論在原作或遊戲中的外形都不妥 就是一個事實 不知為何怪彈會選擇去做這個降臨角色 好,今次死槍的攻略來到這裡 死槍本身性能都還可以 因為被動對應陷阱比較少的關係 將來會不會有 不過他有殺手,應該會有出場機會 我建議大家跌 好,今次死槍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拜拜 我們下次見,拜拜 大家 尊嚴